家庭锻炼计划 第三集 移动 第三集的活动最好在厨房里做 因为洗手盘很结实 很容易抓住 每天开始做这个活动时 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状态 你今天感觉怎样 今天的饮食好吗 你的鞋子会滑吗 有杂物或者杂乱的东西在附近吗 你的活动指南在你手上吗 你应该只做你感到安全和舒服的活动 站着的时候 你的脚应该分开到双肩的位置 大概30厘米 保持正常呼吸 不要闭气 保持动作的意思是 保持那个动作三秒钟 自己在心里数 一秒 两秒 三秒 如果需要的话 先开始做几个动作 但是每个动作每天要做几次 过几天 慢慢地加上其他的动作 直到你能把所有的动作做完 等动作都全部熟悉了 每个动作的数量增加 逐渐减少服务 厨房的洗手盘 直到你可以不用服 如果这个计划里有任何一个动作会对你产生痛苦 或者对你难呼吸 你应该停止并且休息 下一天你应该做少一点 或者告诉你的医生或者专业医务人员